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市场忧虑美国跌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 英国经济学家海恩斯在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 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 而他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成为西方国家主流的经济论 各国开始不同程度干预经济 造就西方国家近20年的繁荣 海恩斯又提出过当利率降至某个水平 无论货币供应增加多少 所有人只会倾向存钱而不会买入债券 因为两者都是很低息 这个会影响企业发债 令实体经济继续一潭死水 货币政策失效 这个被视为流动性控制 出现在经济前景未明情况 例如通缩时期和战争期间等等 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迷失年代 都是流动性陷阱的案例 较近的要数2008年的金融海啸 未欧多国量化宽松期间所出现的流动性陷阱 距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几年 以英国为例 2009年至今的经济增长都低于趋势水平 似乎天亮的日元纸 未能解开结构上的死结 直至2015年美国才重新加息 而近日的情况和以往接近流动性陷阱不同 今次影响的原因是病毒扩散 又可不可以再以减息量宽的方法为经济注入强生针呢? 现时全球央行利率一减再减 其他七大工业国美国以外 日本的利率早已建负在负0.1厘 欧元官方指标利率为零 英国和加拿大上个星期分别减失0.25厘和0.75厘 英国最新距离0厘率不远 各国可以使用的弹药所剩无几 现时的情况 有菲可因斯派认为美国已至多国 仍然未宣议入流动性陷阱 至少各国的反应 不多不少反映利率低无可低 只能够扩大政府支出 以及减税摆脱经济衰退 其次的宏观经济萧条 市场调节力不从心 失业严重 市民消费大减 似乎还未出现 有评论亦相信 即使是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当资源由国家分配 决定在哪里效率会很低 最好的是直接把钱派给国民 由他们决定怎样用这笔钱 市场调节力不足 民国 contempl Nap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